由美国国际商会鼎一峰集团主办的第三届世界亚裔小姐选美大赛美国总决赛 在洛杉矶落下帷幕 最终来自美国洛杉矶的基德波尔瓦尼带上了冠军的桂冠 参加本届总决赛的18位加利 经过民族服装、泳装、运动装、才艺表演、玩礼服和现场问答环节的激烈竞赛 最终由加州州立大学波莫纳分校酒店管理专业的美国亚裔加利波尔瓦尼 以最高得分摘得冠军 荣获2018世界亚裔小姐称号 亚军由来自中国的15号加利张宇轩获得 继军由来自蒙古国的加利吉布忽兰摘取 世界亚裔小姐选美大赛是美国国际商会拥有的知名大赛品牌之一 是最具知名度的世界性亚裔选美盛典 也是目前世界性最顶级的选美大赛 大赛每年在世界范围内主办和推广赛事活动 旨在鼓励优秀亚裔加利的文化自信和女神风范 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公开决选 真评和推荐出的世界亚裔小姐选美大赛获奖者 均是优秀亚裔女性代表 她们在形体知性和心灵塑造方面所展现出来的东方之美 是整个亚裔女性整体特征的缩影 也是全球亚裔族群的共同骄傲 城市电视台记者洛杉矶采访报道 是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